这个结结就有变化了,看到吗? 这个就是19年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磨玻璃结结 看当时是个纯磨玻璃,这样子的 但现在到了二三年这一复长 看这个结结,确实变大了 变大了,看到吗? 这根血管穿进来 然后有胸膜牵拉了 明显了很多 对,所以通过五年的时间 它还是在慢慢的长 它还是在慢慢的长 但是它长得不快 这是18年的,看到吗? 当时淡淡的 所以有变化了 有变化说明它惰性生长,慢慢长 还是这个结结长得又靠外周 还是考虑把它切掉吧 一旦随访期间,一旦长就一定要做掉它 那就说明肿瘤醒过来了 它要长了 那么一旦长的话 那就有危险了 对,它可能会大小会长大 然后密度会变化 那它就除了长还会扩散 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实性的小节节 实性的小节节 我看看 当时南京医生说,你建议也搞掉了 就是同一策的,也在外周的就可以搞 但是良性的就可以不搞 我看一下 但如果切得好像有一个比较大 如果一起切 在这里 这个可能是良性的,我对比一下一般年 原来就这样,那实性的不用管 是良性的 那就是那个还要建议切 对对对 但是切得的话大不大 嗯,损伤不大 不大是吧 这种微创手术,它微创只是伤口小 好像里面也都蛮厉害的 就是如果像它这个呢 就切形就不断了 中越这个实性节节一直没变化 它就是个良性的 就这个 啊 还是先把那个切 对 别它那么切 对,这个大的